那時候爸爸走 聽說浩貞也很貼心是不是 對 其實因為 其實浩貞在他爸爸離開的時候 是我覺得我最擔心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他以前都會去 就是他很年爸爸 他常常就會抱著爸爸的腿說 他覺得他爸爸是他的大樹 好感人 然後因為爸爸走得很匆匆 所以他那時候 他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說他只要 就是他 我想他是心裡難過 但是他不會表達 他就會衝過來抱著我 就不管隨時 他就會衝過來抱著我 然後那時候 他就是這個 看到爸爸離開 但是他一滴眼淚都掉不出來 對 他一滴眼淚 他都掉不出來 然後他就 我只記得那時候 就是爸爸就呼吸停止的時候 然後就被蓋上那個 所謂的那個 那個網身背的時候 他就把爸爸的 那個網身背拿起來 然後就把臉貼著爸爸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 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可能要很堅強 對 然後但是事實上 他就是一個很自律 然後他也沒有什麼 那個 就是青春期反叛 其實我小姑是心智科的醫師 他甚至跟我講說 那個號針都沒有那個反叛期 他擔心他老了以後會反叛 我就跟我小姑說 那也不要擔心的 他老了反叛 我們也不知道 無作為 對 那我知道他那時候 其實安全感是沒有的 為什麼 因為有一次 我要去接他的路上 然後我就跟我小姑去家 然後我就跑去上廁所 然後我小姑 就他打電話來說 他在跟他問我說 媽妳到哪裡 那我小姑是一個非常客氣的人 他不會接我的手機 那我就沒有接手機 可是等到我再回來看到的時候 我打電話給他 他其實是非常緊張的 所以我就知道他那時候是 滿沒有安全感的小孩 就是其實內心的深層 對 還是很無助 畢竟是個孩子 對 所以號針一定很想要保護媽媽 是不是 沒有 我只是不要扯他的後折 這個就很重要 他說不要扯媽媽後折 對 這樣子真的就很懂事 我相信他非常非常懂事 我想聽他所講話的內容 還有跟媽媽的互動 其實感受得很強烈 就是他非常呵護他媽媽的 對不對 因為爸爸不在 我覺得他更那個 其實人都是這樣子 你沒有碰到一些事情 不知道他的堅強 對 他爸爸也是離開的時候 我相信也是經過很多的人生 不過這幾年都算只是從電視上看 但我覺得銀衛長大很多 真的嗎 從你的整個外在跟言行舉止 其實以前在家裡 爸爸是黑臉 那我是白臉 那爸爸因為 我老公以前脾氣非常不好 他很容易暴怒 然後就是 因為小孩都是我們的付卡 那有時候那個帳單來了 那爸爸一看說 請兩萬幾塊 他就要去罵他 然後我就說 老公你要看一下 那個明細 你看 都百幾塊 兩百幾塊 都是小小的錢 表示你兒子現在真的很不好過 他現在很窮 他現在是靠這張卡在生活 你是他的靠山 你這輩子是他的一座山 你如果現在去罵他 這座山就倒了 你應該現在他不好過 你應該拿三萬還是五萬 說兒子 你現在不好過 這個錢放在身上 老婆你怎麼懂 我說我很小就會了 他說你真的是我的菩薩 從那時候開始 我老公就開始變了 那十幾年來 他就變得對我們 對我還有兩個小孩 都非常好 那個什麼帳單 罰單什麼 他就偷偷的趕快去繳掉 然後我們家那個狗 在外面花園的 那個所有的大小便 我問我兒子說 兒子你有撿過大便嗎 我兒子說 沒有 我說我也沒有 我說你看 那就是愛 爸爸多愛我們 所以後來因為他改變了 然後所以那一天 他生病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半夜 我醒來的時候 發現他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全身冰冷在床邊 然後他跟弟弟兩個人 就趕快做CPR 然後我就趕快聯絡那個119 然後來的時候 他要宣布說他死亡 我怎麼能接受說他死亡呢 他說要不要救 我說當然要救 所以就馬上插管 打強心針 後來有恢復心跳 當時我們三個人 就跑到外面去 跪在那邊求 老天爺一定要救醒他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 他還是昏迷了25天走了 對 所以當時 我們三個人那時候 經歷這一 這個對我們人生來講 是多大的一個TOP 所以我們現在三個人 都很 感情很好 感情很好 對 真的 現在我也 以前我對媽媽也是 非常的不耐煩 你以前很叛逆 我以前很叛逆 對 然後媽媽可能講沒兩句話 我就好 不要念了 好了 可以了 我知道 我覺得爸爸走 你應該有很深的感受對不對 我覺得 真的爸爸走 是人生最大的轉捩點 對 像那個時候爸爸剛走 因為真的 全家人都是明星的時候 就是收入不穩定 所以那時候真的 爸爸突然一走 沒有人在賺錢 然後就怎麼辦 那還好因為從小 就有在經營網拍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真的也沒有辦法面對鏡頭 所以就把 演藝工作全部暫停 然後就是 每天在那邊包貨 放音樂包貨這樣子 然後去度過每一天 不知道怎麼面對的 每一天這樣子 對 然後 好複雜的心情 那個時候非常的壓抑 因為我覺得一般的人 遇到這樣的事情 他們可能只要去 梳理自己的情緒 或是照顧家人的情緒就好 不需要面對社會媒體大眾 不需要接收任何的負面訊息 可是那個時候其實是從 爸爸一生病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就每天收到兩三百封思緒 每天 有關心 然後也有謾罵 然後你就是每天都要去 面對這些東西 你就覺得天啊 我到底可不可以 一個人好好靜一靜 可不可以放過我 對 然後就連那時候 我們在家裡燒金子 也每天有SNG車在旁邊拍 然後我就覺得 所以我現在是要躲起來燒 還是怎麼樣 就是怎麼做好像都會被罵 就人家會說你在演戲 在作秀 可是你們家人每個人過世 也都是這個經歷 但我們就好像得要一直 拋頭露面 跟大家說明解釋 對 爸爸現在怎麼樣狀況什麼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覺得我真的生病了 因為我必須在大家面前 表現我很堅強 我很獨立 我沒事 然後我就是一直往心裡壓 一直壓一直壓 壓到最後我其實 到今年開始我才有一天 坐在自己沙發上 我就覺得 我需要幫助 我需要幫助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了 真的喔 我就去開始看 心理諮商 然後就開始從 可能從小時候開始 一些故事慢慢跟醫師聊 然後回想 就覺得其實這一路上 就是雖然身為新二代有新二代的壓力 但也有很多幸運 是因為新二代 所以其實現在心態已經慢慢調整了 就是非常的感恩 就是一切的經歷 然後也感恩這個宇宙 就是發生這樣的事情 或許我的經歷 我的經歷可以把它轉化成一些故事 一些歌 寫一些文字 或許也可以去療癒到 正在經歷這些痛苦的人 這是我現在比較 想做的事情 很棒啊 你看我就說他懂事很多 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就是不一樣的 我常常跟很多人講說 我有一句我跟他講 我說人生在世 從來不要在乎別人的眼光怎麼看 你不是為別人而活 就像我在原先人設 我的人設 你要是講我乃哥脾氣不好 很難搞什麼什麼的 我從來不在乎 為什麼 因為我從來我不負別人 我不會對付不起別人 我不去傷害別人 這是我的個性 我從來不遲到 我錄影我從來不遲到 對不對 我看不順眼我會講 但是你如果去在意別人的時候 你會更痛苦 對不對 你不用去為別人而活 不要讓自己活得開心自在 這是我跟我孩子講的事情 人生太快了 我進演藝圈41年了 對不對 所以我講說 其實很多的事情 你去看人生 你看看 一下子我快 明年你老人卡 我都不敢相信 我們後台聊的是現在還在聊 不是 我講意思說太快了 對 所以如果你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太在意很多人事物 你會過得不開心 就是這樣子 乃哥講的 重點還是要放在自己身上 要把自己過得好 所以欣揚應該很多幸福 我們現在來個輕鬆的好不好 乃哥換你了 是 怎麼樣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然後再次會被按下小鈴鐺 都不夠了 你也有一點點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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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